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有一段时间没有做开盲盒的节目了 什么是开盲盒的节目 就是说我在标题上面 我在节目开头 我先不提 我先不说 但是像这些话题又必须说想说 又有点敏感 怎么办 那就放到节目的后半段 咱们以一种开盲盒的方式来讲一讲一些 当下的热点的敏感的话题 观众朋友们一定要看完这期节目 那么节目的前半部分就聊一聊 当下大家都在讨论比较热议的话题 我从前天我就看到一句话 我就非常想去做节目 是哪句话呢 不生孩子做空中国 这八个字 不生孩子做空中国 什么叫做空 金融市场都知道 我就是我看跌 我就做空 那么在中国人口这个话题上 做空中国这四个字就感觉一语双关了 一方面是人口看跌 人口持续的减少 人口持续的老龄化 这个做空不仅是一个人口的做空 还是一个经济啊 政治啊 文明啊 社会发展啊 所有所有 这些都是以人为本的 人少的话 这些全部都做空 全部都是呈现出一种下跌的趋势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做空中国 说现在中国人口的数据啊 2022年比2021年的人口呢 是少出生了85万 应该是这个中共掌权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人口第一次出现这个减少 你要中国官方喜欢用什么负增长啊 喜欢用一些比较迷惑性的词来迷惑老百姓 其实就是人口减少了 老百姓不愿意生了 你要说这个原因呢 还真不好说是某一种原因啊 咱们就分别来说到说到吧 有人说呀 如果海服的冲生是为了继承自己的劳碌 恐慌贫困 那么不生也是一种善良 这句话是最近网上热传的一个话题 还有一个视频啊 你看着啊 搞笑 但是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 就是一个妈妈就问 你现在你不努力 将来你怎么去啊 这个结婚呢 然后小女孩就反问呀 我为什么要结婚呢 妈妈又说你不结婚怎么生孩子呀 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生孩子呀 承受这个生育之苦呀 那妈妈又接着问啊 如果说你不生孩子的话 当年老了怎么办呢 然后那个小女孩呀 你不管说她是被啊 台词也好 还是自己发自肺腑的话 总而言之就是说呀 如果结婚生子 让一个人过得太累的话 那我干嘛还一定要去 继承你们的人生呢 老了老无所依 老无所养 那就认了吧 这是一个小女孩跟他母亲的对话 对于现在为什么 人们不愿意生孩子呀 反正网络上也是各有各的说法 有些网友的观点呢 可能对女性呢不太友好 他是这么说的啊 说这些女的其实特别渴望婚姻 只是在谈条件罢了 天天把啊 你不给我好处 我就不跟你生孩子 这样啊 无力的威胁挂在嘴边 天天在网上喊口号 反婚反育 其实只是在谈判策略 浓缩成三个字 就是得加钱啊 打开各种社交软件 你搜索关键词生育率 会发现到底是哪一个群体 一边表示对婚姻的反感 一边又天天围绕着这个话题 跟人撕逼啊 其实就是在谈条件罢 你也不给我钱 我就不跟你生孩子啊 这个观点是网友的一些观点啊 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你不能够说 这就是中国人口减少的根本原因 那你要说这个 是因为这个经济问题 政治问题 文化问题啊 说到这个政治问题 可以倒退到我们长辈那一代啊 他们都是50后60后 他们那一代人 你算一算 其实都生了很多的 一个家庭都是生了五六个 甚至说七八个的都有 那时候不就是响应啊 毛主席人多历练大 然后大家敞开肚皮声啊 社务主义大国贩啊 那个时候吧 你可以说是一个愚昧的时代 你也可以说那是一个啊 淳朴的时代 你也可以说那时候的人群 是一个无知的人群 反正那个时候吧 因为政治原因 人们都愿意生孩子 虽然穷 那你要说这个贫穷的问题 现在说内卷 躺平 你再看看其他国家 非洲穷不穷 穷 但是非洲生育率特别高 那你在说蒙加拉国 巴基斯坦以及印度北部 那另外穷不穷 也穷 但是呢也是十净生 你不能够把这个人口减少 人们不愿意生孩子啊 低生育率归咎于一个贫穷的原因 这显然呢是不太客观的 你要是从文化上来说呢 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跟上一代又是存在着巨大各种各样啊这种鸿沟 观念上的鸿沟 文化上思想上完全又不一样 再加上一个市场原因啊 这个婚恋一定要加上市场两个字吗 一定 因为这存在着一个供需关系的 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啊 中国政府的主导的一个计划生育啊 就是强制人们少生孩子啊 只剩一个好 但是呢 这就跟传统观念就起了冲突了 传统观念呢 人们又是一个重男轻女 所以说你只让人家只剩一个 到最后呢 就是说我尽量我只留男孩 到现在呢 就是中国面临一个现状 就是男多女少 那么在市场供需关系这一块呢 就变成了 哎 我女方我就要提更高的要求啊 就要要求更多的彩礼等等等等 然后在这么一个婚恋市场 就开始不停的卷 不停的卷 然后有越来越多大龄单身的男性 以及大龄单身的女性 就在这么一个过程中就被剩下来了 再加上中国这几年经济持续的倒退啊 老百姓日子也是越来越不好过 你不能够把这个低生育率 完全归咎于某一种原因 而是一个政治文化经济传统互相作用的结果 到最后就出现了一个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你说比中国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还有哪些国家 还有啊 欧洲生育率也很低啊 特别是传统基督教的那些一个人群生育率很低啊 韩国生育率也很低啊 这就是一个无解的话题啊 你也可以倒腿反过来看 是什么原因 是个地球上啊 人太多了 给人提供的这个资源已经不够了 所以说人们活着就特别的卷 人活着就特别的累 特别的恐慌迷茫无助 那么到最后呢 就是说啊 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 不生孩子就好了 所以说啊 对于这么一个低生育率的问题 你可以说它目前是无解的 你也不能够说它是某一种原因导致的 是各方原因综合导致的 这是今天节目的前半部分啊 不生孩子做空中国 那么节目的下面部分呢 咱们得聊聊啊 这个西半球的事情了啊 有些话题呢比较敏感 第一个事情呢 就是说在美国呀 有一个人啊 他网易胜上啊 美国的胜上是谁呀 美国的总统啊 拜登啊 70多岁一个老头啊 也挺胖 身体也不太好 他就是讨厌拜登 在网上就骂拜登啊 说了一些威胁的话 结果呢 FBA就冲到他家里面去 然后不打招呼 没有经过法律的审判 也没有什么完整的手续 就把这个美国人给毙了 这在网上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呀 那你怎样 你要经过一个合法的一个程序吧 怎样你也要给老百姓一个说法吧 没有 就这么冲进家里面去 人就没了 有人问我怎样去看待这件事情 那我就说了嘛 草民网易圣上 东厂奉旨灭口 那这不就跟中国古代历史有点相似啊 在明朝的时候谁要是敢网易圣上 你看张震那部电影 秀春刀 是吧 网易圣上 然后被那个东厂锦衣卫拿本子记下来 你马上就要进朝狱啊 那这个在美国历史重演了呀 这是讲件事情 看着特别的糟心 还有一件事情呢 是发生在美国的洛杉矶啊 是一个奢侈品商店啊 我看到了是一群人呢 命贵的阶层啊 人家是命贵啊 说一下刘晴啊 命贵阶层啊 人家干嘛呀 冲到这个店里边 把这个店洗劫一空 然后开上这个汽车扬城而去 然后警察呢 就跟没看见一样啊 随便他怎么去抢 这是两件发生在美国的事情 也就这两天发生的嘛 一个人网易圣上就被弄死了 还有一群人去抢劫 屁事没有 你想想 现在的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么节目最后呢 再说一说我的网友啊 他跟我留言说了一个事 他说老黑啊 我这个签证被拒绝了呀 我没办法去西方国家了呀 我这一生我追求自由民主 我没办法去了呀 哎呀 签证被拒了 被拒了这就是暗示你 你不适合出国 我都跟他说了 你50多了 语言不会 力气活了也干不好 也没有一己之成 也不会装修 也不会弃墙 也不会做饭 也不会理发 你到国外你能干嘛 他就说的残酷一点 我就劝他 我说你这个年纪啊 觉得你应该回老家啊 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面 每天呢 种种花种种菜种来有机蔬菜 生活成本也低啊 每天就是看着日出日落 再看一看花开花谢 不要去关注政治 不要去关注中美之间的关系 那些事情啊 很糟心的 你这样的过的话呢 能够让你过得舒服一点 而且周围呢 还都是一些你熟悉的环境 熟悉的人 有人陪你啊 喝酒 扯淡啊 这就扯淡了 就不谈理想了啊 谈自由民主这些理想没意思 那就谈其他的扯淡 是吧 这也是一种活法 所以说呀 这个世界变了 世道呢 变了 有些时候把看问题 看的是比较的悲观啊 所以说像这个话题呢 又不能够放在标题上说 只能够放到节目下半段 咱们开个盲盒 咱们来聊一聊现在当下敏感 让人糟心的事情 好吧 希望大家能够多思考思考 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嗯 面对现实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 但是你得把眼睁开啊 不要轰轰噩噩噩 不要被骗 好吧 那就先说这么多吧 感谢大家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